這套作品是今集中我看得最舒服的一套作品 好難舒服的 開心 我覺得舒服是一個很精確的形容詞 老實說那套不是自語的 不是自語的 要打進板子 這套用自語很精確 我要呈現一套東西 舒服的東西才看得睡覺才不會舒服 都是舒服的一種 看完之後你會覺得人生是很豪漢 然後就睡覺 你明白人類自己的秒少 你可以搭離鐵 對 都可以 他有六層樓地府的何文田站 我有相同的興趣跟那個主角 我們剛才說的那套就是編周記 台版逆小說的名叫啟航霸編周計劃 中文香港版之前的套電影照叫做自女人間 就是一套講一班人的編修詞典的動畫 越負一套小說 這套東西其實 他的感覺比我舒服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他都是講一些平凡型的故事 一個職場平凡型的故事 就是這個職場裡面 你可以叫做工作能力 因為人際關係又不是很擅長的 又不是很表達自己的一個人 他進入了一個詞彙的世界裡 因為他一直都很喜歡文字 但是他就不懂得怎樣把這些文字的東西化成言語 去跟人去溝通 其實顯得就是他變得很笨拙 或者人際關係溝通技巧上是比較差的 都是可以這樣說的 簡單來說就是不會說話 其實我想他 再概括一點說就是 好人 一個好人 是老好人 他不是很老的 不是那個老好人的意思就是 是老套那種老的 老派那種老的 不是但是結果那些好男人 總會被人發現的 不是這套東西是值得期待 這套東西的故事很勵志 就是告訴你 紮男和老好人都有他在春天 其實如果有看過原著就明白到 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但是他現在裡面的主角群 只有一個阿嬸 不是阿叔 還有那個屋裡面 孫女姐姐 孫女 對 廚師姐姐 對 這些一般來說是不會出現這些好事 所以這套東西都 都真的怎麼說 某程度上來說都很勵志 很現實 不現實 這樣才是 現實的地方是甚麼 前提是你找不到吃 你要住劏房 然後你現在劏房旁邊 要有個嬉姐姐 有漂亮的嬉姐姐 你要認識一個很友善的包祖婆 然後那包祖婆她又有個孫女 那個孫女又很漂亮的 對 還要接受你一個老好人 還要沒有男朋友的 不是 這上面說的表情是否幾個字 叫逆權侵佔 我不知道是侵佔了些 雍智精確 我不知道 我唯一今天可以這樣稱讚你 我不知道侵佔了些甚麼 你要解說 請問侵佔的定義是甚麼 孫女 或者 我們用字是很正確的 孫女 當一說一些詞彙的事情 她就去問 她不是正常人的反應 她很沉醉於自己的世界 甚麼是右邊 你問甚麼是右邊 誰是右邊 要很明顯地定義 因為右也有很多個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有一點 你說的 你講話要特別一點 否則我不知道你講甚麼 所以我剛才問問你侵佔到底是甚麼意思 對 這個不是重點 我想說的重點 但我不會這樣跟別人講話 我跟別人講話 我會講一個字 我預期你激到兩個意思 她說的就是 等同於是甚麼 如果那些困難的話 你今天好 好甚麼好 甚麼好 感覺上好像你在玩 天氣好 心情好 那是一種叫做 思考 art reasoning 甚麼叫好 我問你今天 你身體狀態 甚麼身體狀態 森哥皮膚在身邊拍 甚麼身體 所以其實主角是一個 很典型的學術人 學術人通常要做好那個研究 就是要把細節 他那些文字都很小 對 寫到很小才能做到 所以其實他是很典型的 簡單說 你不會講正常人說的話 都只是這樣 應該說是正常人 不能夠理解你說甚麼 不好意思 作為一個這樣的 他還要是甚麼 他是營業部 他原本是一個營業部的人 作為一個營業部 最重要的是 怎樣跟人溝通 怎樣交際 其實他根本上 就是一個入錯了部門 重點是 誰請他跟我出來 他沒有說 其實科目 他即將要退休 他希望找到一個 和他一樣可以編輯詞件 找一個編輯詞件的人才 但這種人才叫做甚麼 對他來說 對現今的年輕人來說 已經很少見了 即是大海流針 即是你覺得這個年代已經是束縮的 大家對這些 智慧的東西 細節是不關心的 那時候 怎會找到一個年輕人去做這些事 尤其是那個字典 十年是起碼的 而他講的東西 有些好緣的東西 我需要一個對文字很有研究的人 但他又不可以太沉醉在裏面 即是說的是甚麼 吃即時空空即時吃 其實一個這樣 即是開頭 其實你說男主角 對我來說 其實他挺沉醉的 即是當他集中在某一件事 他會發揮到他應有的才能 雖然那個才能 不是一些可以拯救世界 或者追求女兒 叫做動漫主角式的才能 即是很純粹一個平凡人 就是他擅長於某一方面的東西 在這個恩怨口之下 其實我覺得 當然這個是社會的黑門 當我作為一個營業部的頭 編輯部那邊說 喂 我需要他這個人才的話 咦?你需要這個人才嗎? 沒問題 拿他 我早就知道他是天眾之才 沒問題你拿他 所以我為何要請他回來 就是為了這一刻 終於要撲掉 一個業績不行的人 進去廢棄的館裡 終於 重點是我決失了一個人 之後 我就有這個資源去再請人 即是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就是平常人 當他過了辭匯編輯部的時候 其實開始就說了很多 就是一些詞彙的一些意義 其實亦都在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他講一些詞彙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就是他將很多不是說 一些很深奧的詞彙 是一些日常心奧 我們會經常會用 或者會講的詞彙 他將那些詞彙 用一個不同的演繹方式 或者是什麼 一個人其實 你會否有沒有深入去想過 究竟這件事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這件事去帶動故事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不會太過著迫去說什麼是愛 但他又有一個離地性在那裡 例如你回想回他第一集 他在退休編輯測試男主角 認真君 他剛剛問了一條問題 其實大家都經常問 什麼是右面 什麼是右面 其實你正常很多時候都會問人 你的右面還是我的右面 但問題是什麼 主角呢 他回答那種答法 其實他是一種很脫離日常生活 調反過來他用一種很解說的答法 你會發覺就是什麼呢? 當一些很解說向的文字 他會形容一些東西 而那些東西是有個人性 或者很難用一個客觀 但也很簡單很難寫一會兒 他就會用北方變東方的角度 他就叫那個角 或者這樣說 因為他叫做科目考驗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他怎樣可以去解釋一件事 那件事是不會有模糊的地帶 即是北面 即是東面 東面 即是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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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很多這些 即是指示性 即是指示性 應該說 在不同的狀態下 他可能那個方式和方向 是會不同了 有種 其實就是 我會站在這個角度 你問我這條問題 右邊是什麼意思 我當然會站在你的立場 為何你會這樣問我 所以我才會答出 你的右邊 我的右邊 即是比較功能上 功能向的東西 或者這樣說 他不是用一個個人視點 因為他的科目考驗 你不是用一個個人視點去解釋 你的定義裡面 右邊是什麼 而是放諸 於整個所有人類認知上 可以理解到的右邊 究竟是哪邊 我想故事的點題的位置 就是這裡 即是無論是偏修詞典 也好 對於思考字的詞匯的意思 也好 就是他不停發掘一些 我們以為理所當年的事情 背後其實可以有更加的 深入的解釋 他會用一種就是 將那個字給了一個放諸 所有人 或者是 雖然我們有些可能 我們說不出 但其實我們終成於那個概念 出發 那個字給了愛 那些是什麼 很多不同的詞彙 接著就是什麼 再帶入他個人 他怎樣去演繹這件事 裡面 其實看下去 我都會說什麼 將日常生活 我們經常不留意的小事 他將他再去 用很多筆密去描述它 其實看下去的故事 其實有些如果你覺得 那個題材本身不敢興趣 或者說 如果有一刻 就跟他說 飯 什麼叫飯 那你就糟糕了 他要用這些是什麼 其實他現在都比較著重 就是所謂人與人之間 因為其實文字那件事 其實是文與人之間 溝通的一種橋樑 其實是 他那個故事說 就是你怎樣 那個船 怎樣經過那個海 那樣東西 去遮探別人的地方 這個是那個比喻 所以其實他 暫時三代目 他不是用一些很造作 或者一些角色 也叫做什麼 很日常 因為你看到就是不會 因為平常人的故事 你不會見到就是一個人 進來編輯部 然後打到代目 轉兩個身 然後變成很奇怪 就是那些奇怪的 這些是很著實的 你身邊裡面 你總會見到的人 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可不可以這樣說 應該說動畫的魅力 其實在對白或者文字上 就不是一個角色或者劇情上 角色那裡其實應該是什麼 你容易去代入 或者容易了解這個人 因為其實你整個編輯部 科目那種其實 其實很有決斷力 有能力 至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還有他是一個可靠的上司 他可能是一個 然後跟著 神谷西江那個角色 其實他就是交際應酬 你身邊一定會有些交際應酬 是很厲害的 其實他是面面俱原的 其實他是 主角那個角色的 其實他是很內向的 他就不太喜歡跟別人接觸 其實現今社會裡面有很多這些人 那個角色的設定 是不會是很有感覺 就是放一些熟性 或者一些很誇張的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值得留意一件事 或者值得說一點點的東西 就是那個作者 即是編小說的原作者 三浦子緣 是一個很出名的婦女子 但是他寫一本文學 所以你會看到 這一套角色的設定 其實是有一種特質 就是相對性是很強的 即是是公秀 即是你見Majime的那種認真的性格 對著西江的那種 周圍都是氣氛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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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事情 那種感覺 其實就是這個 通常我們去塑造一個 尤其是BL 裡面 那個角色去配對的時候 會用於技巧 這些不是那些 什麼草食藍 突然間叫什麼藍 哪有奇怪的 我反而不一定是那種 他沒有嘗試去套入一些 但你要套入的 你自己會獨立 第一集動畫 其實已經有很充分的BL劇 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第三集的時候 就是那個互動性 是Majime和西哥 互相影響 這其實是人際關係 怎麼做到的 雖然有一種很美好的一面 不是很著迫 就是這個世界真是美 這個世界真是美 這個世界真是美 是很淡淡的 這個人其實 好像對我 也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我想這個 這個不能是原作 還是動畫 本身都是這樣 我想那個故事 本身是不會有很多奇情的事情 或者有很多很特別的情節 但是它是一個故事的題材 本身已經有個魅力 你只需要平實地拍那個故事 這樣就做到 而這套東西 你說它跟真人版不同 其實它可以善用一些文字 去演繹一些畫面出來 就像池海一樣 像池會一樣 其實很身防超致 不過anyway 你不要理會這件事 但是它可以把文字 化成一些景象 或者光景 其實會比真人的感覺 會更加好 其實如果你跟電影的比較 即是《治療人間》的電影比較 跟這套動畫版 就是多了演出手法 如果《情節》上 其實基本上是因為 有時候 因為《字眼淺中》 那一瞬間之後 其實你可能已經沒有了那個感覺 它要靠其他光影的大動 其實我覺得動畫在這方面 你說這套東西 它有這個優勢 就是它可以持續地 就是它在說這件事 然後那個字 成為背景也好 必殺奇也好 我開玩笑的 就是它可以這樣強調 但是我現在的情景 其實就是和這個字之間的關聯 我覺得在動畫裡面 應該是動畫的優勢 不過也令人擔心 始終動畫是一季 即是有十多集 我覺得最少有十集 我覺得兩季擔心一點 這個是一季 我想至少應該 我相信彼此也有兩季 但是其實都真的有點長 我意思是故事本身 比較平淡 也不是有很多轉折 所以其實節奏是回慢的 還有有些擔心 例如我看了第三、四集 已經覺得 即使這個題材本身是有趣 但是那個情節實在太過平凡 因為關係開始有點悶 老實說 電影西美之下 因為兩個小時裡面 做了所有事情 其實是OK的 我就暫時未覺得 很悶 因為我覺得 它這套東西 本身自己的風格 就是它慢慢去表現 不是說我突然之間 做完這件事 我就倒鐵給你 這種速食的東西 我會用一種 你淡淡然的 其實現在看上去 它真的適合 就是如果你有看過日劇 或者劇集 我覺得挺適合去看 因為它沒有一些很誇張的意識 它裡面的角色的描繪 其實我覺得是到位 至少就是 你不會有些 你不看過的動畫 你接受不到它的誇張情節 我覺得其實挺適合的 可能年齡上就會比較高 推高一點 還有有一點 可能要讚一讚 就是音樂 BGM 我覺得這套很好聽 挺好的 所以會令你很想睡覺 不是這個原因 但是聽起來 其實那些音樂是很棒的 有人覺得悶 但我覺得 劇情上會悶 始終它說一個 不是很熱門的題材 而且很難跳出一個關框 這個我覺得 都是屬於生活小品 就是世味生活 其實我叫做 沒有的 你對這些人生 有些體會 其實你可能在這裡 你會拿到一點點東西 或者你會有一點點共鳴 正如《慈典報》本身 就是到了一個 好像封了沉 停留在舊時的一個管 其實事情一直都在人生 世界裡很重要 但是 你有沒有發覺 有沒有發覺 有沒有把你的時空盒再打開 或者留意你生活裡 好像男主角那樣 特地走慢兩步 去留意你身邊的人 當然你要留意自己 會不會遲到 好 那我們這套就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